6個月寶寶副食品 不易氧化的蘋果妮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成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創業系媽媽 婉玲 大部分的爸爸媽媽會覺得 水果一定要徵熟之後才能做副食品 雖然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營養元素的流失 如果爸爸媽媽不建議的話 其實也沒有關係 像是蘋果 我們之所以用蒸的是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氧化 爸爸媽媽們 你可以斟酌阿姨 你自己的需求去決定要不要蒸 把蘋果的皮削掉 把蘋果切成小塊 加入水以1比1的比例稀釋 外鍋倒入一杯水 按下電鍋蒸 用食物調理機把蘋果打成泥鑽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家寶貝吃蘋果泥的狀況吧 姬姬我們今天要吃蘋果泥喔 我記得你一定會吃蘋果泥鑽 你們也要吃蘋果泥鑽 你就是要吃蘋果泥鑽 你是不是可以吃蘋果泥鑽 你吃蘋果泥鑽 你吃蘋果泥鑽 你就是要吃蘋果泥鑽 你是不是想吃蘋果泥鑽 你這個會吃蘋果泥鑽 你吃蘋果泥鑽 你在添我老婆呢 啊 哇 啊 好吧 妳是應該比較想要我啊 你們會把水果啊 先蒸熟之後再給寶寶吃嗎 1.會 這樣會比較安心 2.不會 這樣子啊 飲料比較不會流失 3.其他 快點在下方留言圓夜 讓其他爸爸媽媽們啊 可以作為參考 或是呢 大家有其他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影片哦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 糧食空間 is your wish 無毒農 友善環境的安心蔬果 寶寶副食品 食材怎麼挑 食物過敏 該如何緩解呢 該怎麼幫寶寶斷奶呢 如何緩解寶寶斷牙的不適呢 真兆三 想要咬東西或是啃東西 不要一直塞嘴幫我們 這是媽媽的手手啊 但寶寶長牙的時候啊 他的牙齦會癢癢的很不舒服 所以啊他這時候呢 很喜歡啃東西或會咬東西 真兆四 食慾變差 吃一杯 吃